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 即便王一博在沉寂,互联网也没忘记他。 大年初一的钟声还在耳边回荡,而那个熟悉的身影,王一博,却从互联网的喧嚣中暂时消失了。 从年初一到大年初六,整整六天的时间,他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任何动态,仿佛真的从这个世界中消失了一般。 对于习惯了每日追踪他动态的粉丝们来说,这无疑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等待。 然而,王一博的沉寂并没有让互联网忘记他。 相反,他的名字在这段时间里被频繁提及,仿佛成为了一个话题的中心。 从春山学事件到被赋予依附判官的称号,王一博的名字始终贯穿其中。 这些事件无不是在赞扬王一博对于团队协作中的出色表现,以及他对于工作与个人生活的独特理解。 王一博对于团队协作的理解,可以说是深入骨髓。 在娱乐圈这个竞争激烈的舞台上,他始终能够保持与团队成员的默契与和谐,这无疑是他成功的一大关键。 他的这种理解,不仅仅体现在与队友的相处上,更体现在他对于工作的敬业与投入。 正是因为他对团队协作的重视,他才能够在舞台上呈现出那么多令人难忘的表演。 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可以在参加节目时直接指出三位表演舞者中穿黄色衣服的舞者格外显眼。 而王一博对于工作与生活的态度,更是让人佩服。 他主张该休息的时候绝不工作,这种反加班的态度在当今社会可以说是难能可贵。 他深知,只有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才能够更好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而这种态度,也让他在娱乐圈中赢得了一大批忠实的粉丝。 正因为王一博的这种独特魅力,即使他即便没有出现在互联网,人们也没有忘记他。 相反,即便王一博点评舞者是在2022年的《这就是街舞第五季》, 却依旧有观众记得,并将之对应给春山学。 而互联网的记忆,更是将王一博的每一个瞬间都牢牢记住。 无论是他在舞台上的炫酷物资,还是他在生活中的温馨瞬间,都被人们一一记录下来。 这些记忆,不仅仅是对王一博的肯定,更是对他未来的期待。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互联网的记忆是短暂的,但王一博的名字却能够在其中留下深刻的印记。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才华与魅力,更是因为他对于工作与生活的独特理解。 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工作与生活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的。 只有当我们真正懂得如何去平衡这两者,才能够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立足。 内娱离了王一博是真的不行,即便他主动隐退,在观众们最闲的春节没有出现,可大家依旧记得他,依旧将他放在心中。 无论发生什么,稍微有与王一博扯得上关系的事情出现,大家总能记得王一博,甚至可以逐步衍生将王一博的话语进行解读。 流量如此之高的王一博又怎么会被互联网遗忘呢? 肖战如愿在上热榜,歌曲拍摄地成打卡圣地,热度就是很肖战。 肖战初一唱的如愿,初五还在热榜上带着,你敢信? 什么是顶流? 这就是顶流。 什么是顶流的影响力? 这就是顶流的影响力。 从肖战唱了如愿之后,这首歌就在各大平台循环播放。 很多网友表示,肖战的如愿是每天都在单曲循环的一首歌,甚至还有网友制作出了无伴奏的清唱唇响版。 肖战歌声优美动听,温暖至于又充满力量,唱进了无数人的心灵深处。 这首歌就像一种魔力一样,越听越好听。 有人说这首歌就像心灵的运斗,能让躁动的心静下来,充满了满满的幸福感。 还有的说,最近压力很大,一直睡眠不好,可是奇怪的是听着肖战唱的如愿,可以一下子入眠,而且睡得很踏实,很满足。 至于细顶流果然就是至于细顶流啊,这名头还真是名不虚传。 肖战的歌从大年初一一直听到了现在。 粉丝们放,路人放,各大文旅接着放。 特别是肖战被称为各大文旅的野生代言人。 这样的热度,各大文旅当然不会轻易放过。 之前就有人替各大文旅喊话肖战各地文旅把肖战唱的歌都放完,库存告急了的赶紧出新歌了。 如愿一出,各大文旅果然就都安排上了。 大年初五了在听肖战线唱如愿依旧满满感动的话题,竟然出现在热榜上。 你说大家是有多喜欢这首歌,是有多喜欢肖战呀? 不出意料,不仅仅是歌火了,这首歌的拍摄地,杭州国家版本馆也是火得一塌糊涂。 现在去那里打卡的人已经开始排着长队了。 大家都想亲自看一看肖战如愿镜头里的景色。 肖战真真是行走的财神也没跑了。 只要和他沾边儿,真金白银的流量就滚滚而来,挡都挡都挡不住啊。 这不禁让我想鼓持肖战涂鸦墙周边的商家。 因为大家去打卡的原因,赚得盆满钵满的,甚至有的老板欢欣确地表示入坑肖战了。 真顶流的热度就是挡也挡不住。 据说肖战拍摄时的被肖战爆的小猫,都在网上火得不要不要的,地位堪比坚果了。 演戏歌唱两手抓的肖战果然很肖战啊。 听肖战如愿,2024祝大家一切皆如愿。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